Leo聊世紀 天野動物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馬扎亞人隊上打入皮圖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喔 好 那這場比賽呢 超級隨機居然出現兩棟承認中心的開局喔 這就是我們的雙TC開局遊戲喔 那這個比賽模式呢 雖然是在天梯上打的 但... 它不是一般的這種天梯式的玩法 超級隨機就是這麼有趣喔 常常出現一些習慣的圖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馬扎亞人 馬扎亞人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這個鍛造技術喔 還有這個二攻三攻 都是免費升級的 一升到封建時代喔 肉馬就會自動加一攻 這個能力喔 讓他在前期喔 可以抱大量的肉馬 去潛壓對手 或者這個前期的經濟壓制 或是抓到對方的村民喔 都是馬扎亞人的一個比較常見手... 呃...手段吧 好 那馬扎亞人呢 本身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但他最意識上來說 免費的三攻的關係喔 所以讓他在前期喔 可以造成大量的傷害喔 甚至到了城堡斯代喔 打騎士喔 或是打這個馬扎亞的標騎兵喔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後期的馬扎亞人呢 主要是打這個... 馬攻喔 他的馬攻呢 也是遊戲裡面喔 重裝馬攻喔 裡面攻擊力 跟射程最遠的馬攻喔 那...馬扎亞人的反驅攻 是讓他成為馬攻的關鍵喔 最強大的科技喔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 黃色 黃色是Riper 那藍色是右 那... 達洛P2人呢 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每升級時喔 都會獲得200木頭 升級時代的時候 那升級時代的時候 到了封建時代獲得200木頭 這個效果非常強大喔 直接可以多撒三片農田喔 或者是高出轉出雙射箭場 直接做前壓也可以 那達洛P2人呢 工程器製造所的單位喔 木材的消耗也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其實也是蠻適合打這個 升頭戰術喔 或是打升旅 加上工程戰項的一些特殊打法 那達洛P2人的後期呢 主要還是打步兵喔 跟這個... 相公 還有這個肉馬的部分喔 肉馬可能還好 可能相公跟戰毛兵 還有這個步兵單位喔 是比較適合達洛P2人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開局有兩個果子喔 那每個層的東西附近呢 都有兩個 前期的肉量或許喔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黃金樹喔 是比一般的阿拉伯 還要來得更多喔 但是缺點喔 是沒有野精的部分喔 所以基本上只要守自家喔 然後就可以跟對方瘋狂打架喔 還算不錯 中間呢 則是為高地喔 那這個高地也可以蓋任何建築 但是沒有任何的資源喔 這也算是一個 暴兵的一個好地方吧 上面蓋一大堆的軍事建築物喔 從中間暴兵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其他地方都是少量的墓區喔 所以這個玩法喔 前期可能會比較像是阿拉伯 那中後期呢 會玩起來比較像是競技場喔 中間大家都圍好 然後中間開始互打 甚至多線操作 那這個玩法呢 會比較困難一點喔 這也是超級隨機喔 比較難駕馭的一點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喔 這個超級隨機喔 會出現什麼奇怪的地形 還有這個 城鎮中心啊 或是建築物 那如果玩家們喔 可以多加利用這些 超級隨機給予的喔 這種特殊的資源喔 或者是開局方式喔 封場喔 可以玩到一些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好 那打入屁圖了 已經點下了封建3 封建3已經升級好 先下的就是4級 然後打直層喔 畢竟是雙TC喔 經濟超好的 而且羊超多 肉也超多的喔 OK 這邊直層應該是沒問題 市井已經下了 然後中間圍好 哇 準備直接圍一個超大的 然後這邊肉麻溜進來 村民稍微反擊一下 直接反制回去一隻肉麻 但是要損失兩隻村民 兩隻肉麻換兩隻村民 其實幣不虧 但還好 這個開局是城堡STACK 應該是雙TC開局喔 所以村民數喔 補的速度會很快喔 雖然這個時間點已經損失了兩隻村民 但是一升到城堡STACK 也可以開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所以經濟上來說 不會像一般的阿拉伯 封建時代被抓村民這麼傷喔 還算是難接受的一個階段 這邊達魯匹圖人在家裡也實際圍好了 圍一個超長的萬里長城 右這邊也是想要把中間圍起來 他這邊的話會比較難圍一點 比較大一個地方需要圍 那BIPER這邊比較大的地方也已經圍好了 這邊看到BIPER暗了幾隻槍兵 第一時間升的是重裝長槍兵的升職 那WP2人的軍營科技也是半價的 所以重裝長槍兵或劍兵我師的升職 都是相當省的 還有這個附衛技術 所以WP2人確實也很適合打一個 城堡時代步兵開局的打法 但是會顯得稍微被動一點點 因為畢竟跑得不夠快嘛 反正要騎士跑得比較快 那Mazal一上城堡時代果然是打騎士 那騎士一上去就有二攻 十二攻的傷態非常強大 但這個階段來說大家動機圍好了 而且VIPER這邊是圍兩層木牆 打得最穩健的那一種 然後槍兵一直在這邊騷擾 阻止對方騎士過來 然後來繼續攻擊木牆 防守來說做的還是很棒的 好這邊是總共在開了額外的TC 4TC開農 這一把兩邊都是開農的情況下 後期應該會蠻精彩的 因為這邊這麼早 15分鐘就已經4TC了 到了30分鐘可能就各種世界大戰了吧 但是YOU這邊也是非常厲害 大家也知道這張地圖要4TC開局 然後直層打法 這邊肉麻上去先打了一下 但是並沒有收掉 反而是VIPER這邊後面的老頭被收掉了 那馬發爾呢 這邊是轉出了馬攻 那馬扎爾在這近幾次的改版 有新增了一條能力 是團隊加成 團隊加成變成可以讓馬攻騎兵 製造速度加快 那馬攻騎兵對付重裝長槍兵 這個單位是相當好用的 尤其是帝龍世代有這個安息人戰術 可以對長槍兵增加4點的額外傷害 對於打這個槍兵戰術 是非常適合的一個單位 馬攻 而且還可以拉打 OK還不錯 這邊拉打 又直接秀翻了VIPER這邊 所有的長槍兵跟老頭 正面的前壓壓力 已經又回到了VIPER身上 那達魯匹圖人呢 這邊轉出了大量的相攻 準備要來相攻一波流 那達魯匹圖人的相攻 算是比較 攻速比較快一點 比這個孟加拉還要是更快一點 因為他是25%的攻速加成 派克技則是20% 比孟加拉還要再多出5%的攻速加成 而且 達魯匹圖人的相攻 還有這個醫療隊 讓這個大象 可以一直原地回血 而且他本身這個單位 就是血度的單位 所以這個回血效果 本來可能只有320滴血 可以讓他變成 350或是400滴血 因為可以一直慢慢回血 打到一半就突然慢慢回得上去 這個能力其實蠻厲害的 其實玩達魯匹圖人的玩家們 可以多多考慮使用這個醫療隊 去做使用 好 那又這邊 上方已經被攻擊 被插一個城堡 但裡面有一個大石牆 這邊大象直接長驅直入 那馬扎爾的相攻 遇到相攻路線的話 他的馬攻就會有點 扛不太住 有點體質上劣勢 就有點難打得贏這個 相攻的體質 那馬扎爾這邊直接轉出了 戰毛兵做反制 戰毛兵的數量太少 也比較難打回去 所以還是要趕快轉出更大量 好 那又這邊轉出了 銀罐技術 點出銀罐的話 就可以讓城堡的寶兵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 他這個單位非常強大 血量可以到105滴血 那研發銀罐之後呢 他也不需要黃金 所以他跟肉馬比起來 血量又更多 而且打工程器的單位 也有額外傷害的加成 所以這個馬扎爾的標旗幣 到了後血或中血 都是一個不錯的使用方法 那大陸屁圖倫這邊 繼續轉出了 疾病的升級 相攻也升上去了 OK 三級射也點了 這邊繼續前壓 萊姆爾給的壓力越來越大 那這邊轉出的是長劍變升級 軟甲技術剛剛也點了 防護率已經提升上去了 好 好 馬扎爾這邊轉出的是大量的戰毛兵 還有自己的寶兵 馬扎爾標旗幣的升級 好 我這邊點下了馬凱 還有三級的弓兵練甲技術 好 那這樣自己的戰毛兵 就可以稍微跟對方的大象做個梯底 因為有這個三級弓兵練甲 是弓兵互打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科技 但是戰毛兵是打不太贏長劍兵的 而且又擁有軟甲的長劍兵 防律更是坦 好 這邊終於突破前面的城鎮中心 這邊這邊只能往後撤退 好 上方的馬扎爾 蓋了一個城堡 開始往上控圖 Biper這時候意識到上方會有點危險喔 直接在上方補了一個城堡 好 但右這邊絕對不能失守下方這個城鎮中心喔 如果一失守這裡大量的黃金喔 都會落入Biper手中喔 所以右這邊可能還是要轉出一些大量的近戰單位 或是遠程單位喔 甚至馬攻繼續升 因為沒有馬攻的話 你要打贏這些雙手劍兵喔 不太好打 所以還是要轉一些馬攻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就有點考驗Mipe的操作喔 這邊馬扎爾標騎兵喔 是用來打這個巨型托斯基 馬攻呢 是拿來打步兵的 戰魔兵呢 是拿來打相攻喔 所以呢 這邊喔 右的操作會顯得更難受一點 他要各種分隊喔 然後去細節控制喔 才有可能打出 對於Biper這個組合的傷害喔 因為Biper這邊是比較單純一點喔 工程器配上相攻 然後還有自己的步兵喔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WP2的 比較關鍵的一些單位喔 好 精銳也點下了 然後銀罐醫療隊也點了 OK 那接下來大槍就會自動回血了 好 這邊步兵也是上前 呃 呃 待會WP2的也可以點下金冠技術喔 這個烏茲鋼科技 烏茲鋼可以讓步兵喔 無視對方的防護力喔 進行傷害喔 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 好 對於這種高防禦的單位喔 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這邊馬扎爾標騎兵直接抽到了後方 搓掉了 搓掉了一台 沒有 哈哈 太可憐了吧 結果馬扎爾用了少量步兵喔 直接正面直擊 右這邊的軍情投資機 好 被打掉兩台軍情投資機之外 少量戰寶兵也是被打倒 結果 WP2這邊則是一台軍情投資機 都沒有被收掉 好 那馬扎爾這邊果然在上方的高調 蓋了非常多的軍事建築 正面這個地方可能也可以拿得下來 這邊大象實在是太難產了 好 但是戰毛兵的傷害開始體現出來囉 開始有點威力了 好 大象的數量開始慢慢減少喔 哈薩爾 馬弓也是在量產 而且反驅弓已經點下了 射程8 攻擊力12 跟一般這個蒙古廚技阿 或是弱弓喔 都是一樣的傷害力了 但是射程喔 比這些 剛剛講的單位喔 還要再更遠一點點喔 這也是馬扎爾的馬攻 比較厲害的地方 好 馬扎爾這邊趕快量產 繼續更多的馬攻 剛好這次的加成喔 讓自己的馬攻 成型速度再更快一點 那其實Viper喔 這邊的一個打法喔 對方只要出戰毛兵喔 配馬攻喔 應該就可以拿得下來了 其實也不用轉出馬扎爾的標旗兵喔 當然馬扎爾的標旗兵有出的話 打工程式來說會更好一點 那如果單純只是要打贏 Viper現在這邊的配兵組成喔 直接轉出喔 大量的馬扎爾標旗兵 直接轉出大量的戰毛兵喔 跟馬攻喔 就可以打贏這裡的搭配囉 好 Viper這邊前面步兵全部損失之後 這邊相公沒有單位可以做坦克 所以只能被戰毛兵跟馬攻追著打 所以Viper這邊喔 還是要轉一些步兵單位喔 過來進行攻擊會更好一點 好 右這邊留了一坨馬攻到了後方 稍微騷擾到了Viper的村民 但是並不多 因為Viper也是有拉了一些相公進去追擊 好大象越來越多了 20隻 來到20隻的數量 但是右這邊喔 經濟資源其實還很夠喔 要繼續打下去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畢竟我們剛剛有談到喔 這張地圖的重點喔 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核心地帶喔 只要自己的核心地帶守住喔 也不用去外面控圖喔 什麼都不用 只要在家裡守住自己的重要資源點喔 不要被對方踩走 基本上都還能打的 好 達魯皮奴倫這裡點下了三級攻 讓自己的步兵單位喔 傷害力再更強大一點點 這裡分了一隊 從中間出去 然後從後面截斷Viper的後援資源 這一坨馬弓有點麻煩 但正面的 劍兵勇士已經衝得出來 正面開打 但還好馬弓數量也夠多 後面這一坨馬弓有點沒有控豪 撞到了達魯皮圖這邊的城堡 損失了一些數量 好這時候 達魯皮圖人也展出了一些戰毛兵 那確實喔達魯皮圖人打戰毛的話 也不會輸給馬扎爾 畢竟達魯皮圖人的戰毛兵喔 有25%的攻速加成喔 跟這個相公是一樣的 而且馬扎爾這邊 這邊是打戰毛兵配馬弓喔 戰毛兵也是完全可以克制住的 那你會說馬扎爾的標誌兵怎麼辦 就是繼續出金銳相公就可以了 金銳相公配上戰毛兵 然後少量的步兵應該就沒問題了 當然也可以繼續出劍兵有事喔 但如果想要省點黃金的話 可以直接轉出槍兵 戰毛兵還有相公 還有這個工程戰相 作為轉折 那為什麼工程戰相 這時候 viper並沒有想要出喔 最主要是因為有馬扎爾的標誌兵存在的關係 這個單位的存在 讓他出這個工程戰相 效果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這邊直接分成兩隊進攻 但是馬扎爾的標誌兵這邊支援速度很快 直接衝到了下方 而且馬扎爾的標誌兵 打劍兵用士的傷害其實也蠻高的喔 因為馬扎爾的標誌兵的傷害 基本上是10加4喔 血量105滴血 坦度其實是非常夠的 而且重點是 這個單位是不需要黃金的啊 非常的強 點下銀罐之後 當洛馬來用非常強大 缺點就是 需要用過城堡來生產 除此之外 沒有太大的缺點 所以如果你喜歡玩洛馬 又喜歡玩馬公的單位喔 那你可以考慮玩這個馬扎爾人 馬扎爾的馬公配上洛馬 其實也是很強大的一個文明 好 那達魯皮倫這邊大量上弓 繼續瓦解正面的 馬扎爾標誌兵的衝鋒 這邊衝鋒 想要抓的是後方的巨型投射機 但只抓掉了一台 後面只剩下少量的馬扎爾 還在往前 但還是有機會可以拿下 哇 最後被拿下兩台巨型投射機 這一波戰果還算是可以喔 但有點小傷喔 因為自己損失掉了非常多的肉量 好 那右邊這邊也是有少量的小打鬧 現在重點喔 又變成正面這個位置 那馬扎爾這邊已經被拆掉了一個城堡 右邊這個城堡會有點危險 馬扎爾人這邊選擇了撤退 大佬批圖人這邊繼續轉出了更多的大象 跟步兵單位繼續往前推進 那馬公呢 這邊數量是有點偏少 而且也沒有戰毛兵 沒有戰毛兵的話 是很難克制住這邊的相公推進的 這邊相公數量有點多喔 29隻喔 所以這邊要轉出更多的戰毛兵喔 才有可能擋得下來喔 但是轉太多戰毛兵的話 又打不贏這邊的步兵單位喔 所以這邊要如何繼續進攻或防守 這是馬扎爾這邊一個很難的一個問題點喔 當然馬扎爾人喔 也可以趕快打出一個洞喔 進去騷擾牌的家裡 或是直接打一個多線 當他大軍在這裡 那又就往這邊打 那缺點就是這邊可能會守不住喔 那就有可能喔 這邊可能要藏一對馬扎爾標旗兵喔 他敢架起來喔 然後等待步兵有這個 往前吹的跡象之後 從後面喔 直接進行攻城 攻擊後面的巨型頭司機 阻斷了馬扎爾的攻擊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比較現在理想的方式喔 因為畢竟現在 如果他想要打贏正面的話 短時間念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打雙線的話 就可以讓馬扎爾 可能會出現點失誤阿 或者是讓對方的一個進攻 出現點小小的空窗喔 讓他巨型頭司機架起來 反而出現了防守漏洞 這個是又現在想要看到的事情 果然是上方開始慢慢往前推進 然後這邊馬扎爾標旗兵 想要找個機會往後 但還好後面三台巨型頭司機 已經架了起來 在後面開始進行攻擊 直接打掉了達羅皮圖人 一台巨型頭司機 萊扎爾這邊 忽略掉了巨型頭司機的血量 直接被後面一個硬炸 炸掉了 但是正面大亂步兵 直接突圍 正面的馬扎爾標旗兵 馬扎爾標旗兵全部倒地 然後後方的馬攻速量也並不夠多 這邊要擋住相公 加上步兵的傷害有點慘 但是沒有關係 現在沒有步兵了 這時候再馬兵直接上前進行反擊 這邊反擊效果其實還不錯 打到了很多東西 但是正面的馬攻速量 只剩下少量的十幾隻了 有一些躲到城堡裡面了 那左邊這邊進攻 看起來不是非常順暢 因為MIPER這邊也是打一個雙線 正面的步兵單位損失掉之後 馬上生產出來在左邊進行反擊 所以並沒有讓右這邊 藏到太多的甜頭 反正是自己的城堡還是在被進行攻城當中 下方這棟城堡如果被拿下來 可能就要打出GG了 因為下方這裡的黃金跟農田 都會被WT圖這邊給瑞奪走了 好那上方這邊也是有點打不太下來 這個戰毛兵跟馬攻的平衡 要怎麼拿捏好 是現在馬扎爾這邊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馬攻多 就打不太贏相攻 而且會花太多黃金 戰毛太多又會打不贏這邊的步兵單位 這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問題 我是覺得非常困的 好那這邊有非常多的射箭草 我在旁邊蓋的出來 這邊又補得非常及時 這邊即時蓋下射箭草 也是反制了回去正面的進攻 左邊這邊也是 算是守得下來 OK 這邊馬攻數量也並沒有太少 戰毛兵也是當成坦克 還算不錯 那馬扎爾人這邊農田是有點少 因為法木攻是比較偏多一點 好這邊轉成了裝甲衝車 開始進攻 把這個城門給頂掉了 但巨型投資機並沒有第一時間架起來 右邊這邊則是在居區大戰 然後又再把馬扎爾這邊的項目 再逼退回去 那馬扎爾這邊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 沒有更多的工程器 工程器單位可能要再更多一點 才能給右這邊更大的壓力 好 少量的槍兵把裝甲衝車給B-true回來 上方又有更多的大象進行反擊 好 打這個 大象 相攻真的是不太好打 好 這時候 Wiper決定不再繼續往右攻擊了 竟然他的正面打不一定 那我們就打側面 但是側面有相當多的單位 進行 防守當中 好 這邊防守可能要稍微拉下馬攻往後一下 不然會有點損失太多的單位 好 好 這裡趕快射掉正面的步兵 就可以進行後方反之了 好 這邊戰防兵繼續攻擊後方的大象 這邊相攻數量開始略減 Wiper這邊已經沒有前方的步兵單位 這一坨相攻可能要被包夾掉了 好 既然要被包夾掉 那就往前送 看能不能走到後方 干擾到後方的伐木工 哇 這一把打得很精彩啊 好 上方Wiper又有大量的相攻走進來 上方農地也是不堪騷擾 直接撤退 這邊就可以開始復更了 對 趕快復更起來 但是這裡沒有夠多的城鎮中心 村民比較多的是在正面這裡 其實 右這邊也可以把這邊滴掉 從右邊直接殺入 Viper右邊這個地方 這邊其實才是更好的一個屠路點 但右現在有點 魂身乏術 有點沒有辦法再繼續多線的 因為現在一直瘋狂被壓制住 現在右的想法是 想要繼續進攻正面 把正面城堡跟這邊的產能全部拿下來 只要產能這邊拿下來的話 他就有機會可以反打回去了 但你要在人家的軍人前面拿下他的產能 其實是要很困難的 只不過你的軍力是大兩倍以上 那才有可能拿得下來 好 這邊 居心頭司機直接被步兵直擊 誒 但沒有繼續追擊 誒唷 這手打了一下 好 打槍繼續反制 哇 這個戰毛兵 被高達第一 還是被射爆了 好 終於意識到右邊可以出去了嗎 哇 我們剛剛才講 又馬上就意識到了 因為我們是上第四角 所以我發現的話 是 的確會比他們快一點點 但他們要在實戰中這樣發現 其實很不容易 因為其實在CD5玩家 打久了都會有種麻木的感覺 就會覺得 這邊進攻上面騷擾 這邊進攻上面騷擾 防守 就會一直重複這幾個階段 但是又有這種頂尖選手 沒有想到 馬上就意識到了 右邊可以開拓出去 進行攻城 而且已經準備好了 五台巨型頭司機 他是有備而來的 並不是突然想到 才開門的 OK 這邊又已經 往右進攻 但是WP2這邊也是 往前繼續推進 正面壓力又回到了 馬紮爾這邊 馬紮爾這邊 如果沒有馬攻的話 正面的戰毛兵 是沒有辦法擋下來 這邊的攻勢 是真的 這一波應該是會變成換家 但這一波進去 確實燒得到了 非常多 WP2人的農田的說明 這裡將近有三十一片田 沒有辦法正產的營運 後面還有預備隊 沒有進行上前 這裡戰毛兵數量不夠多 正面有點快扛不住 後面城堡被拆掉 這邊總共四台巨型頭司機 拆得非常快速 剛剛補足了巨型頭司機 數量不足的問題 WP2人這邊再次上前 但其實WP2人是有火炮的文明的 也可以轉火炮去拆巨型頭司機 但這邊不轉火炮 可能是顧慮到對方有馬攻 很容易用馬攻解掉火炮的問題 所以才沒有轉火炮吧 不然火炮打這個馬攻 或是戰毛兵 效果其實都蠻不錯的 這邊看到 劍兵勇士繼續往前 突圍了正面大量的馬攻 還有戰毛兵 馬炸這邊正面潰敗 沒有辦法扛住 結果這邊分推造成了正面守不住的問題 雖然分推的效果還算不錯 確實有騷擾到了一點東西 但是正面的部分已經潰伏成軍 到處逃難當中 哇 大量的步兵雖然 快要解掉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步兵在農地裡 還有城市中心下面 進行砍村民的動作 村民的數量越來越少 儘快讓那些村民躲進去 然後往上發展 好 正面這一波的攻勢也要被擋下來 這邊產能全部往下集結 這邊巨型頭司機也被擋了下來 左邊直接爆炸 大量的相公繼續往前 哇 這一坨相公 解不掉 太難受了 右邊的步兵也是往前 但是看起來馬扎人這一波的集結 也已經沒有辦法再繼續抵抗 達魯皮圖人的攻勢了 原來這領機沒有更多的城堡了 現在大象想往哪走就往哪走 直接走到高地進行反擊 效果也是非常好 這邊馬弓完全打不影相公 太殘忍了 高打低就是這麼的痛 好 左邊部隊也是遇到高打低的問題 只要沒有站上高地 就會一直 變成劣勢 人家有額外增傷 但是你打對方 對方也會有這個減傷的效果 所以這個中間高地要如何拿下來 真的是這張地圖一門學問 好 那馬克爾這邊繼續往前推進 沒有想要理後方這一頭的主力部隊 反正是要全面擊潰左邊這塊區域 但左邊這塊區域 基本上已經是拿下來了 沒有太多村民在這邊做伐木 或是農田動作了 那也是因為這邊黃金礦已經全部挖完了 可能馬扎也覺得這邊也可以棄手 只要守住正面這個地方 這邊還有少量六塊黃金 這邊想要去挖石頭 但是後方有更多的步兵 把村民往後拉走 巨型投石機往前架了起來 要往前架嗎 砸大象 沒有 前幾天我們在玩這個 AI的時候 出了大概快100隻的巨型投石機 把這個巨型投石機當工兵用 其實蠻好玩的 大概實在的來說 巨型投石機偶爾也可以拿來架起來 打這個巨型投石機 其實威力還蠻強的 背景巨型投石機的傷害是200滴 打大象的傷害確實蠻可觀的 好 那右邊看來繼續抵抗 左邊已經完全棄手了 這邊擋住 右邊雖然也是擋住了這一波的巷弓燒了 那馬札還有能力再繼續往前推進喔 但達魯皮圖這邊也是稍微進攻有所趨緩 現在工程器單位並不夠多 這邊決定直接拿步兵當工程器拿來使用 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哇 手撕掉之後直接被巷弓之機 裡面11隻村民沒有辦法逃走 直接被巷弓大爆射一波 欸居然有一隻村民逃掉了 好 右邊馬札的馬工單位繼續往前推進 上方的層的東西 再繼續蓋起來 這一坨馬工是馬札這邊最後的希望 但是希望很快就要沒有了 這一坨27隻的巷弓 該如何擠呢 好 那這張地圖是沒有聖物的關係喔 所以兩邊呢 黃金花碗喔 就只能坐以待畢了 那馬札這邊黃金還是很多 這邊又已經選擇了 打出了聚聚 哇 這一場比賽喔 真的是看起來 相公喔 還是很有效的可以克制對方的馬工單位的 那本質上來說 打落P圖人在這場的對決 本來就是有一定的優勢喔 那他的優勢呢 是在於陣地上來說 會比馬札更強 那這場地圖喔 雖然是 沒有到算非常封閉喔 但是如果防守都好的話 本質上來說喔 其實也有點像是封閉式的地圖喔 就是像競技場我們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你只要圍好的話 你只要從哪邊進來喔 或是進攻 你都會看得到喔 很容易就會先預判成功 那對於馬札這種需要 機動性發動突襲的文明喔 這個效果就並不是很好 要打正面的話 可能還是要大規模的殺傷性的道具喔 例如這個中石頭石機之類的 但中石頭石機 對於馬札人來說 會遇到大落P圖人的火炮問題喔 所以馬札二人喔 在第一時間也沒有辦法 轉出功成器單位喔 進行反制喔 只能用這些步兵單位喔 或是工兵啊 騎兵喔 進行做反制喔 這樣這反制的效率喔 並不是很好 而且一直長期喔 在這個高打低的情況下喔 讓這個大落P圖人 一直拿到巨大的優勢喔 自己一直只能 只能從第一處進行反擊喔 讓他喔 有點一直萌受 烈士吧 所以中間這張地圖喔 基本上誰空下來 誰就贏的喔 這張地圖是有這種感覺的喔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馬札人這邊拿架木頭的勝利 那食物呢 則是由大落P圖人這邊拿下啦 大概約 將近一萬七左右吧 那黃金來說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這張地圖黃金就是這樣子 而且沒有生物 那獅頭量來說也是差不多的 那總體看起來喔 兩邊經濟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兩位都是頂尖選手 只有這邊 WP圖人比較晚點二金龍以外 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 二金龍本來也就是 不是那麼關鍵的東西喔 真的會影響戰局喔 這一場比賽應該是地形 還有這個兵種搭配的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再見囉